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日本的起源 我們首先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日本人的行程還有日本人的語言 也就是說日本我們說它是獵島 我們說它是島國 那我們還很好奇的說 日本人的長相 皮膚 頭髮 都跟我們一樣走在街頭 或在錦泰峰吃東西 只要不出聲音你都不知道它是日本人 相同的 如果你的日文夠六 你到日本任何一個地方你不講中文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膚色的都一樣 可是那個來源一樣嗎 我們就打問號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是日文系 日文系的同學在這個學語言的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也希望同學能夠了解 日本語的源頭到底是什麼 日本語怎麼來的 除了語還有一個字 就是語言以外呢 我們還要跟各位介紹一個文字的文化 這個東西 日本語裡面的文字的文化怎麼來的 我想我們也應該跟各位做一個交代 那這裡面我想我們要跟各位解釋有幾個 日本人怎麼來的 日本怎麼形成的 日本的語言到底是如何而來的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 現在的概念 日本是有四個島組成的 北海道 本州最大 然後有一個九州 再加上一個四國 其實後面在近代的時候 還加了一個琉球群島 大概目前各位是這樣一個概念 可是早期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講這個所謂太古的日本獵島 我們可以回溯到其實是 大概是幾十億年前 那麼很久的時間 講的那個對我們來講 好像完全很模糊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要說 就是說陸之旭 也就是說他大陸是相連的 跟現在的所謂日本的島國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跟大陸是連在一起的 原來是連在一起的 那麼因為地殼運動的這個關係 我們這個海啊 海水上升 地層下陷 最近剛好哪一個國家 巴基斯坦是不是 昨天還前天 7.9的地震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一個小島冒出來 就是這樣 每一次發生地盛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島不見 可能有兩個島冒出來 因為這個是地殼運動的一個關係 而我們人類何嘗的渺小 七八十年 了不起一百年 我們就在地球上出來又消失了 可是他們算都是算幾億年的 幾千萬年 幾百年的 所以這個他的變動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感受得到 除非你在當時代 像我們現在碰到3.1的日本人 他就非常有這個感動 非常有感受 那麼海面上升 地層下陷 這樣一個情形就會把路切掉 我們從海裡面來看 就會產生一個島嶼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但是一開始只有三個島而已 北海道是連著 各位看那個地圖 北邊有一個叫庫葉島 它是連起來的 所以一開始日本其實只有三個島而已 並沒有北海道 而北海道的這個都市建設 也是最晚的 它也是最晚的 那麼大概有三個島 如果是以這個地層的演變 從地理學的角度來講 有一個叫洪基時期 洪基時期 那麼這個時期大概離現在有2萬到1萬年前左右 這個時候日本是三個島的 那之後有一個叫做後冰期 後面演變之後 這個庫葉島跟北海道又把它切開了 那切開以後北海道有一個清津海峽 有一個中古海峽 這海峽就是說這個海平面上徵得很高 而地層下陷得很嚴重 那中間突出來的地方 它是高於海平面 就形成了一個北海道 這樣的一個土地 這一塊島出來 這樣子的以後稱為四個島 這四個島是我們現在在印象裡面的日本這個國家 當然它周圍還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島 那麼它的土地70%左右是3 我們也想一想 我們台灣三分之二是中央山脈 也差不多是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那麼只剩下30%是平原 所以在生產上 島國基本上跟大陸比起來資源是比較欠缺的 都要靠這個進口的比較多一點 那首都在東京 大概有一千萬人以上的人口 在我們講日本文化史的時候 首都從今天開始講的概念一直都是在京都的 而不是在東京的 那我現在就要來問一個問題 東京變成首都是什麼時候 明治時期 對啦 明治時期如果換算成西元年的話 是幾年 這邊我可能要先跟各位 時代上 先跳一下 因為現在講到東京 各位也對東京很嚮往 先講一下好了 就是1868年之後是明治 對不對 那問題是明治這個時代怎麼來的 有誰可以告訴我 1868年之前有一個很平穩的時代 叫江戶時代 就叫江戶時代 那事實上剛剛同學講的是說 首都遷到東京去 在這個時代是沒有錯 可是首都遷到江戶去 可能要提到三百多年前去 這時候的江戶 就是現在的東京 對不對 就是現在的東京 那麼這段歷史我們將來再跟各位講 現在還是回到這個古代來講 我要講的就是說 所謂的首都這個概念 一定是要有一個時間跟空間的概念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京都在前 東京是在後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你們就知道 這裡是東京 那這裡是京都 我們說搭新幹線好了 那這個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仙台 東北的仙台 那我們搭新幹線 假如你是在東京搭的時候 往京都去 請問是 是上坡還是下坡 是上坡不是下坡 以這裡為中心點來算 所以東京去京都是叫上坡線 叫上坡線 好 那如果是仙台來京都呢 這邊是北 這邊是京都 叫什麼線 一樣 上坡線 以京都為主 只要往京都全部是上坡線 而不是爬上爬下的那個上坡線 或者是下坡線的一個概念 換句話說 說京都如果坐車子到東京去 叫下坡線 大概就有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會有這段歷史呢 也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稱法 就是說古都其實就是京都 京都的這個古都歷史至少有1300年了 那麼各位可以知道 在我們講到大概15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 歐尼諾蘭那個地點其實是在京都 這歐尼諾蘭也沒有向援軍說要去打日本 沒有啊 可是歐尼諾蘭打了多久 打了11年多 把京都幾乎移成平地 所有的在15世紀之前 日本國家累積下來的文化財產 一悔而進 燒的燒 死掉的死掉 都不見了 所剩的很少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致命傷 我把他稱作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因為是這個私人的一些因素 增財產 增地位 增地盤 在引起的一個戰爭 換句話說歐尼諾蘭其實它是一個內亂 而不是外來的亂 可是竟然打了11年誰都沒有想到 所以把這個古都的文化 大部分就往壞移送了 有沒有好處 只有好處、壞處嗎 也不見得 其實它也有好處 好處就是把貴族所自己獨享的一些文化 因為這次的戰爭 大家把他帶往鄉下去 這個時候我要講的鄉下就是說 京都如果跑到東京去也是鄉下 跑到九州也是鄉下 跑到東北都是鄉下 因為京都才是古都 京都才是首都 這樣一個概念 那麼我們在看二次世界大戰 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臺灣也有聯軍來封炸 各位知道 那麼聯軍去炸日本也炸得很厲害 當然1945年8月6號 有一顆原子彈投到廣島 8月9號第二顆原子彈投到長崎 8月15號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但是在此之前 我們說1941年發生什麼事 珍珠港事變 有沒有 日本去攻打珍珠港 珍珠港是誰的? 美國的 所以每日之間 也不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但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結了一個 很深的一個醜 所以後面就有後續的發展 我想我們留待現代的時候再跟各位說了 那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聯軍去轟炸日本 幾乎哪一個地方都炸 只有一個地方沒有炸 你們知道是哪裡嗎? 京都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京都不炸? 其實美國或是聯軍裡面 他們也有一個概念 日本的京都是文化的一個古都 有很多人事物的文化遺產留在那個地方 文化遺產我們就講到 現在有世界文化遺產這樣的一個表現法 有沒有?UNESCO到全世界去指定世界文化遺產 也就是說這個文化遺產雖然在京都 可是它概念上可能不是日本的 為什麼? 它是世界的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既然是世界的文化遺產 不要因為人類的戰爭就去給它轟炸 所以幾乎京都沒有遭受到 這個所謂B52的這個襲擊 沒有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大家也知道說 京都其實是宝物が一派 有很多古物的一個都市 最近有一部電影 各位如果去看的話 大概有一點感觸 叫做修仙のエンペラ 我不知道台灣演一演了沒有 暑假我剛好到京都去了 正好上演我就去看了 修仙是終戰 也就是1945年 8月15號以後 エンペラ是在指昭和天皇 那個內容就是指昭和天皇那個時代 引起的戰爭 到那兩顆原子彈投下去以後 戰爭結束了 聯軍開始要來責問 戰爭責任的問題的時候 昭和天皇有沒有罪 這個問題被提出來了 這一個問題就是這部電影反映出來了 我想我就不講了 講了就沒有意思 各位有空的話去看一下 也許可以有一些概念 那麼在看它的地理位置 各位也知道它是狹長型的 除了北海道以外 本州是這樣一個形狀 那麼九州大概跟我們的臺灣一樣的這個面積 然後再來有一個試過 臺灣的面積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這差一點其實還不到三萬六 幾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而日本是37.78萬平方公里 算38好了 所以面積上來講大概是我們臺灣的十一倍之多 那九州大概就是等於臺灣差不多的一個大小 那還有一個這個氣候是在亞熱帶跟韓溫帶的這個氣候 亞熱帶就是以九州或者四國一直往南 琉球一直到臺灣 這個氣候型的比較相近 那麼再往北的時候 它就是所謂的韓溫帶 那麼像這個北海道可能趨近於韓帶 這樣一個氣候 也就是說它這四個島國 其實這樣子從這個緯度給它看起來 其實它跨越的那個長度其實還滿長的 所以它的氣候是南北之間的差異是相當大的 你不要說日本 我們臺北去到高雄就有差了 是不是 可是我說是地球溫暖化的影響 今年我們看到一個日本那個現象 剛好那有一陣子我在日本的京都 各位知道京都是超熱的 京都它是一個盆地 它是冬天很冷 冷得你受不了 因為前年我在日本一年 因為我的感受是冬天的時候 我不想再常住京都 今年夏天我也去了 不到四十度 可是我在的時候 日本有四個地方都超過四十度 還有四國有一個叫西曼多老的地方 有四十一點二度 的一個高溫 而且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其他很多地方雖然沒有到四十度 都在三十五到四十度之間的一個溫度 非常的高 一直到九月七號 我到東北去做資料調查的時候 都還三十幾度 可是九月啦 按照以前我留學的時候 你要穿大衣啦 至少要穿長袖了 可是我這次戴去的西裝幾乎沒有穿 你就可見得這個氣候不斷的是在變化 東京其實有一個富士山各位知道 這個富士山日本人稱為聖月 聖人的聖三月的月 還不到四千公尺 我一直以為他早都是世界文化遺產 結果不然 最近好像是今年的事 才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兩年半的三點一大地震之後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日本有兩件好事 比較值得大家一起來關注 日本人也很欣慰的 一個就是富士山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一個是應該是9月6號吧 宣佈東京是2020年的奧林匹克的一個主辦都市 這兩個讓日本 長久以來心裡面非常地有一些負面的感覺 因為地震 海嘯 還有那個輻射的問題 Ochikontel 就是比較沉重的一面是比較多一點 那一直到最近的這個好的消息來 我覺得它是一個正面的 那在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要再說一個故事 這故事還蠻重要的 話說2011年3月11號的 日本 東日本的大地震 這件事情 大家都沒有去想到 都說是幾十年來 我們都沒有碰見過的 幾十年來的 從來沒有碰見過 各位 如果有人住在嘉義 記得這一次也有水災 雲林那一帶 也是三十年來都沒有碰見過的 幾乎很多地方就從來沒有碰見過 而發生的一個事情 這個災害發生以後將近一年 2012年應該是12月 我那個時候忍耐在京都 接受了日本有一個單位 叫國際交流基金 他們主辦的一個論壇的邀請 叫東亞日本研究論壇 那這個大會的主辦單位 就安排我們到災區去參訪 所以我們就到了仙台 那大會論壇的主題 也圍繞著這次的地震 比如說除了探討它的原因 其實是如何防範未然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比較多一點 所謂東亞日本研究 非常的廣益 這裡面有來自中國大陸 來自韓國 來自日本 乃是台灣的學者 而我是台灣的代表的學者之一 那麼從我們的角度去談地震如何 如何防範未然這樣子 我們一台遊覽車 經過特別的許可 到了最前線的災區 因為那個時候應該還不能進去 可是日本政府特別許可的吧 就有導覽 讓我們坐在側裡面不能下來 繞了這個叫做東松島 那各位知道松島在日本是山島之一 非常有名的 然後它的東邊 東松島這個地方 它的受災的地方 非常的嚴重 我們一台大巴是這樣走過去 我簡直是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已經一年了 已經一年了 房子疊在一起的 船就這樣架在屋頂上面的 大船不是小船 小的漁船都不管 等等等等 一年了 有的還沒有恢復 我們走過一個看不出來是學校的地方 結果那個導覽 當地的 在那邊救災的人 他就跟我說 這邊是學校 請你們看左邊 我說不見了 他說對 已經不見了 他問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在地震發生以後 海嘯還沒有來之前 可能短短幾分鐘而已 這個時候老師就把學校的小朋友 集合起來 緊急應變的時候 日本人一定有一個教戰手冊 如何如何如何做 老師要怎麼做 家長要怎麼做 校長應該怎麼指揮 都有一套教戰手冊 所以集合起來以後 這些小朋友呢 是請家長帶回去呢 還是把他留在學校呢 二選一啦 對不對 家長也都來了 然後二選一的時候 裡面有在學校的老師裡面 或者是職員 有人他對於海嘯的這個概念 還有地形的高低比較清楚一點 他說小孩子不能讓家長帶回去 因為這裡是比較高的地方 但是家長如果要帶回去 你可以拒絕嗎 不能拒絕 所以到最後他只是用勸說的 可是還是有家長認為說帶回去比較安全 那結果帶回去就幾乎都不見了 而在學校的大部分活過來 活的人當然也不多 只是還有活的機會 所以他說他走過那個地方 心裡面無限的痛 我們也跟著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回到臨時搭建的一個他們的政府單位 因為他們的地方政府 像我們政公所 鄉公所的 已經垮掉了 都不見了 所以是臨時搭建的 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這附近從海嘯過來以後 從我們被襲擊了之後 我們看到了幾乎天天有人自殺 活不下去了 不想活了 尤其是周遭的人都走了 自己活得也沒什麼意思 而且兩分鐘前 三分鐘前 還好好跟他談話 三分鐘前不見了 沒有辦法接受 你不是當事人 怎麼講 你都很難體會 然後他們就寫了 他們就做了那個字符傳起來 就是 這樣子 我看他背後是寫了一個 這樣一個字 這Kizuna其實也很難解釋 就好像是我們如果要講就是說 串連在一起的人與人之間 一個用語言很難表達的一個 非常有特殊情感的關係 連帶 叫Kizuna 他說我們活著就是為了讓這附近的人 不要再自殺 勇敢的生存下去 再為這個地方來奮鬥 他說發生了以後 荒原 連眼裡面看得到的 你找不到一家所謂的便利商店 你要去買什麼 要去喝什麼 吃什麼 幾乎都沒有 那麼如果等到中央的政府 或者是縣政府要到這個地方來做救援 或者是來花錢 緩不濟急 早就餓死了 所以他們的負責人跟我們講說 他們在地方的金庫裡面 就把錢拿出來了 大概十萬塊 我的印象裡面是十萬塊 十萬塊一疊的 就拿給這個受災的人 然後就叫他們到別的縣市去 別的鄉鎮去 趕快去找吃的 去買禦寒的東西來保密 這些老百姓還很老實地說 沒有辦手續怎麼拿錢 要怎麼辦手續呢 不知道 對不對 等你辦了手續 可能餓死了 可能凍死了 所以負責人當機立斷地說 我負責 你們就拿去 也不用簽名 全村的人 每一個人名字我都叫得出來 到時候你還會不敢還錢嗎 假如你活過來的話 我不怕你跑 邊想邊掉眼淚 我們跟他們座談 我們跟他們座談大概有一個小時多 我們記得有四十二位各個國家來的學者 大家都很難過的 印象也很深 但是我等一下會給各位休息 我怕我忘記 所以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要講 第三個是中間我們有請了兩位主題演講的 就是那個主辦單位 其實名字我也忘記了 他是很有名的一個人類學系的教授 我對他的演講印象非常深刻 我現在要畫一個圖 讓各位看 比如說這個是東北 這個太平洋 好 海嘯是這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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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以人類學的角度 或者是文化考古學的角度 只要他們去做調查 把這個地層 我們說這個地層往下挖深 就可以探測出來 曾經有海嘯發生的地層的痕跡 專家學者是看得出來的 只要挖一道比較長一點的就知道了 然後去算那個厚度 大概就知道了 這是幾十年前 幾百年前 在這裡曾經有海嘯發生 這樣子 那他說這個是海岸線 這個海岸線這一次的海嘯 從海岸線裡面一直到清道 這邊有提房 這裡的提房是日本政府 中央政府 花很多錢蓋了一個超高超大的提房 號稱日本最堅強的堡壘的提房 因為他們也怕海嘯來 有可能海嘯回來 他們也知道 這個都被沖掉了 就是所謂的日本話叫 想定之外 沒有人會去想像這麼大的海嘯 完全是出乎預料值 所以就是束手無策的意思 這個學者他講的意思是說 我要告訴各位 這裡海嘯沒有清洗的地方 他說畫一條線 他還用地圖很明顯的標出來給我們看 這個地方有兩個東西是存在的 這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神社 第二個是凱茲嘎 貝總各位知道 日本不曉得有多少地名叫做凱茲嘎 幾百個上千個可能都有 凱茲嘎是什麼 我們吃貝裂吃完丟下去的那個殼堆積如山 就是凱茲嘎 直譯來講 換句話說他有一條線 而且這個線是直直的從北到南 這樣一直下來 一個點你就可以看到神社 一個點你就可以看到凱茲嘎 他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老祖宗一百年前兩百年前 幾百年前就告訴我們 這個往海岸走的地方不是人類居住的 不是 神社一直擺在這裡 有貝總的地方表示什麼 已經海邊 已經是海了 對不對 這一次的調查他知道了 這當中是很長的一段距離 也就是人類把這個地方 我現在沒有設筆 但不如你們看了 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海埔新生地 人去跟自然搶地 我剛不是講日本人最愛自然嗎 跟自然搶地是不好的 所以跟自然搶地的時候 自然的力量人是擋不了的 就回來了 而這個地方都有很多 叫這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東西 Numa Numa 是沼澤地 沼澤地可不可以蓋房子 不能蓋 可是人類有文明的技術 把它可以弄成可以蓋房子的地 把它建設一個很漂亮的道路 把它蓋出一個很現代化的社區 有學校 有公園 什麼都有 然後人類往那個地方去去住 可是人類不知道 你已經侵犯到了自然的土地 再看看歷史 八十年前就已經發生過了 八十年前當地的日本的祖先 應該是我們的前一代兩代而已 都已經知道了海嘯到這裡了 可是結束以後大家幾年就忘記了 現在才兩年半而已 我預估十年之內海捕新生地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所以這位學者說 其實你還要從人類文化學的一個角度 去判斷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戶新當地災區的一個委員 所以我說吃飯的時候剛好我坐在旁邊 我請教他很多 我說那你有沒有跟中央政府做建議 他說建議 可是聽不聽他沒有把握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日本人的人口現在有多少? 現在有多少? 有沒有概念? OK 非常清楚 好 各位聽過少子話吧 有沒有聽過日本人是少子話 台灣也在少子話 在過五十年 三十到五十年 預估日本的人口剩下八千萬 剩下八千萬 好 那還要這個嗎? 還要爭嗎? 往後退可以吧? 退到這裡可以吧? 不需要再跟自然真諦了 夠用了吧 你說好 這個數字不夠 那這個數字呢? 夠了吧 可是人類往往是被蒙在鼓裡的 我預估十年之內這個會回來 因為我聽到一個消息 日本政府 地方政府也好 日本政府 中央政府也覺得很抱歉 因為這次這個長體這樣子被毀掉 大家都覺得是首席改 所以對這個地方要開始做互新的工作 互建的工作 副建業我們講的互建的工作 我就聽到那個跟我們導覽的負責人 他說編了四千七百億 繼續做提仿 而且這個提仿是做一道 做兩道 做三道 那這個水如果從這邊來的話 比如說這個十公尺 第一道 不行的話我再做七公尺 再不行的話我做五公尺 十公尺 七公尺 五公尺 總可以把Tsunami擋下來吧 是這樣子的構想 按照常理來推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我還是懷疑 是不是有一天直接衝破了 也許不是我們這個世代 也許是八十年 一百年以後 這個做了 可是他卻一下子衝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這個世代的子孫 我們這個世代的日本人 在東松島的這一些現代人 要不要留下紀錄 清清楚楚的告訴他們的子孫 不要再與自然生地 否則人定勝天這句話 永遠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休息十分鐘 那現在我們繼續介紹 這個下面的一個章節 也就是說日本人他的這個起源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我們也跟各位做簡單的一個介紹 有一種講法是蒙古人種 那另外一個講法是通古詩人 通古詩人其實就是滿族的一個祖先 那他們住在那個粗雲那一帶 所以又被稱為粗雲族 伊日莫 伊日莫這個地方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講法 就是從南方來的 南方來就是馬來人種 馬來人種到日本列島來定居以後 大概也沒有回去了 那後來就是所謂的規劃 這裡的規劃我可能要用另外一個解釋 叫做渡來人 渡來人 陀來人 陀來人 日本話裡面有一個陀來人 因為這個規劃還是有一點問題 用渡來人可能比較好一點 那蒙古人種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愛濃 這個愛濃的古現在在北海道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被視為是現今日本的原住民 那這個原住民他們保留很多神文文化時代的一些 很特別的一些文化 那這是主要的這個原住民 那我剛剛也稍微提到 就是日本文化的一些性格 在島國的這種地理自然環境的影響之下 他有自己文化的一個成長 加上外來文化的一個吸收 所以吸收融合之後 產生了一個日本的文化 所以他的這個性格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來跟外來加起來融合的一個文化要素 那麼這個還有一個就是他的重層性相當的高 也就是說在這個融合的過程裡面 到底什麼要 什麼不要 並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間就形成 而是他是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特別是日本人他必須要把這個文化的要素 納到生活的形態裡面去 才會去發覺這個東西我要不要 那要的話他自然就會留下來 不要的話我想有一部分其實自然而然的 也就是被淘汰了 那下面我們就繼續來跟各位介紹 神文時代的這個文化 神文的這個文化 什麼叫神文 就是有土氣的文化 這個土氣上面有繩子的紋路 它象徵的一個文化的一個時間性 有它的特徵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神文時代有幾個基本的一個特徵 第一個是土氣 我剛剛講過顧名思義 神文就是在土氣上面 有繩的這個紋路 它形狀各異 很多是用在生活的器具之上 那它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實用的 一個是裝飾的 兩個面都有 有繩樣的花紋 所以被稱為神文土氣 這是這個時代的這個文化的一個特徵 那因為它是用這個黏土去製造的 這裡面其實留下有很多女性的 這個所謂的土偶 又叫紫倫 那個日本話叫哈尼瓦 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些圖片 那麼除了這個寧牛以外 也有很多像動物 像黃巫 像女性等等 這一些土氣都出土了 那它的紋路日趨的這個複雜 後來除了使用面以外 其實也廣泛的被使用在裝飾的這個層面 所以神文時代的人 他其實有手工的一個記憶能力 那器具逐漸的由打字的石器 發展為半磨字或者是磨字的石器 本來就是說人類其實很早 我們就說明義時為天 你看那個娃娃一生下來 他很自然 肚子餓了就會哭了 一定要吃 不吃不行 所以明義時為天 在吃的這個過程裡面 人類會用他的智慧去說 我怎麼樣去找吃的東西 找吃的東西除了用手以外 當然就有一些器具 這個人類文明的進化 神文是其中的一個早期的 我們剛剛請各位同學念的這個課文裡面 也提到舊石器時代 因為在日本的文化史裡面 或者是考古的這個層面裡面 有一些學者說 其實日本沒有所謂的舊石器時代 但其實不然在1949年 遭了24年的時候 群馬縣有一個叫做岩宿 Iwajuku這個地方 有這個舊石器時代的遺跡被發現出來 也證實事實上 它的這個舊石器時代是存在 而不是直接跳過去的 那麼在人的這個文明進化的過程裡面 他們從原來這個手類後來變到魚獵 或者是利用洞穴和岩石隱蔽的地方 來做集聚 就是群居的一個生活 那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其實有圖片你們可以看 像摩治的石壺 這個很早了 大概就7500年前就已經出土了 這個上野原的遺跡在哪裡呢 是在九州 九州的鹿兒島 各位都知道 最南邊有一個鹿兒島縣 鹿兒島縣那邊有一個叫上野原的 神文文化的一個遺跡 那麼在那邊就已經看到這一些 摩治的這個石壺 還有各位看一下那個中間 弧形的這個土器 右邊有一個小型的土器 那除此之外 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神文文化的一些土器 比如說看看左邊的這個 尼雅達堅 新溪縣這個地方 有一個馬高遺跡 這個是中時期的時候 然後長野縣 這邊也有一個遺跡出現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模樣 是非常的多彩多姿的 圖形來講也是具有變化的 那麼右邊那邊就所謂的圖偶 那神文的話我們看他其實是 就是已經有開始進化到這個 洩居的一個生活 那麼這個各位很清楚 假如你們有到那個蘭嶼 蘭嶼有沒有 台東縣那個蘭嶼 在綠島旁邊那個小短 你們如果去看的話 大概可以看到類似這樣子的一種 這個居住的情形 就是他是往下挖 但是又不是挖得很深 你還可以看到他的屋內 是在地面上的 那中間有一個門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蓋 有很多的他們生活的一個智慧 如果是島國 其實很怕的是什麼颱風來 所以他們這樣子的話 通風的設備也有了 房子這個風雨也有了 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然後把這個柱子打到地底下面去 這個是很牢固的 在這個生活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我要跟各位介紹就是 中間那個圖 各位可以看得到 中間的圖其實是那個被發現的這個遺骨 那這個遺骨裡面再看看右邊 它甚至有用一個卡梅 瓦把它裝起來再放進去 不但放進去 各位再看一下 它最上層還用一個大石頭把它蓋起來 這個象徵的什麼東西呢 象徵的其實有祭祀的儀式在裡頭 也就是說 他知道人死了以後要把它埋葬 不但埋葬在表面上看得到的地方 要做一個這個記號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情形出來 是叫做 蓋子打到宇宙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蠢子的尾骨 也就是說在出土的這個遺骨裡面 我們看到它的手腳 手腳是被綁起來的 然後再把它埋葬 我請教一下 手腳把它綁起來象徵了什麼意思 人已經死了 還要把手腳綁起來再埋 那代表什麼 也就代表在神文這個時代 日本人老祖宗已經有信仰這個東西出現 就是人有靈魂 而且有陽世跟陰世的世界 在陽世的人不懂陰世的世界 可是當人走了以後 到那個世界去以後 希望這個人不要再回到陽世來 他們以為把手腳綁起來 就可以把靈魂給綁起來 然後連人體一起下葬 希望不要再出來 這是一個信仰的一個象徵 在這個時代就已經有了 我再補充一下 神文這個時代 日本人的老祖宗已經開始有 種稻 就是種迷這樣的一個習慣 還不是很普及 那種迷有一個什麼概念 我們要去把它釐清楚 前面講的是狩獵為生 魚獵為生 那你去外面打獵也好 你去捕獵也好 其實居無定所 它是一種比較游牧式的一種生活 但是如果人類轉換到種稻米的時候 可能就會轉到一個叫定居的一個生活 因為種稻它是要固定每個地方種去收成的 那在這個神文時代的後期 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出現 那麼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稻米是從中國的南部 把它傳到九州地方而來的 大概離現在應該有十幾年了吧 那個中國在杭州附近 有一個叫和姆渡 各位知道嗎 和姆渡 這個地方發現了稻米的遺跡 就是說人類的稻米 人類使用稻米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在和姆渡發現的這個遺跡 經過專家或是科學家的一個鑑定 大概是從現在開始往前推 有六千年的歷史 我這很早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當然很多講法就是稻米 是從中國那邊往日本傳的 這是神文時代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看這個 下面還有一個時代 叫雅悠伊這代 雅悠伊 這個彌生是從哪裡來 其實是在東京都 有一個叫彌生町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有出土一些文化 而且他也做一些鑑定的工作 所以下面的一個文化又稱為雅悠伊文化 這個彌生時代到底是怎麼演變的 我們也來做一個了解 好 我先做一個補充 雅悠伊這代是從前面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雅悠伊這代開始 晚期的時候有重疊的這個時間 從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去的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農耕稻作 也就是我們講說人類開始吃米 種到吃米 這個對當時日本人也是一個在文化的一個進展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的一個時代 所以又稱為這個彌生時代 或者是把這個時代的一個生活現象 稱為彌生文化 這個彌生文化最早從地理位置來講 大概也是跟九州的北部 就我們現在講的北九州 這個比較有地理上的一個淹源 所以它是吃米的 而且它會仿織 這個又進步了 那另外就是說 它已經不是只有前面所謂石器 或者是半磨石器或者是磨石器 它已經進化到青銅器和鐵器的製作了 也就是說文明的進化已經再往前推進一步了 那這個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技術的人員 這個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人類生活在安定了以後 慢慢就會出現一個上下階級的一個區別出來 本來大家是平等的 可是最後就會產生一個這個所謂支配者 跟被支配者的一個現象就出現了 這個很簡單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擁有很多稻米 我分給你吃 那我就是支配者 你拿我的稻米就變成被支配者 很自然就形成這樣的一個關係 慢慢有一個上下的一個關係就出現了 這個也是在這個時代 換句話說它就產生了一個初步的一個 政治性關係的一種社會現象就跑出來了 這個時期各位看一下 有這個銅箭出現了 是在九州裡面出土的 那麼判斷它其實是一到二世紀的時候的作品 另外這個跟神文不同的這個土氣 各位看一下 它已經進步很多了 在各方面 這個是在1884年明治時代 剛開始不久的時候 在東京的搖曳馬吉這個地方發現的 因此就被稱為彌生土氣 它主要的這個特色是表面上紋式是比較少一點 因為它不是那個所謂的神文這樣的一個表現法 那形狀也比較平均了 那淡紅色的那個色彩也出來了 那這裡面也就是說有時候很難去判斷 什麼是神文的一個土氣 什麼是彌生的一個土氣 因為中間在這個時代的轉換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不是幾十年可能是上百年 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判斷說 我這個叫神文土氣 這個叫做彌生土氣 還滿困難的 但是有一些已經很明顯的進化 大概就可以判斷了 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就可以了解的 就是說神文文化跟彌生文化裡面 大概有一些不同 早期的神文是以石器來取食物 就狩獵 而彌生時代的時候 它是開始有定居的這種現象 就是謀治的石器跟銅器 甚至於鐵器出現了 那神文的時候是餘獵生活 糧食是不足的 彌生的時候已經有道座了 這個彌食為主 居住呢 神文時代是居無定所的 而彌生時代它是開始有定居的這種現象 神文時代因為居無定所 大家都在為了吃 在生活 所以貧富就沒有什麼差距 到了彌生的時候 因為有所謂的資源跟沒有資源的 一個情形發生就會產生支配 被支配所謂的上下階層的關係 初步的有一個所謂政治層次的一種 社會現象出現 那麼在信仰的這個部分 神文的時代 這還是以自然物為一個對象 崇拜這個所謂的精靈 這裡面其實我稍微做一個補充 就是日本人的這個祖先 那麼從古世紀 什麼是古字系 古世紀就是八世紀的時候 日本第一本有皇室編傳的這個國史 日本的祖師 這個古世紀裡面 當然就有提到日本人的祖先 叫做天兆大神 這個天兆大神又叫做太陽女神 他們是等於大和民族的始祖 ヤマト民族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麼也有人說日本是一個神國 從神話的這個演變的角度來講 日本它是一個神國 那麼一切以自然物為對象 幾乎每一個自然物它都有神的存在 比如說石頭 比如說樹木等等 經常你會聽到日本人說 神様が雇ってますよ 有神的這個存在 所以日本是一個神國 他們日本人是所謂天孫的後代 那麼作為先祖的是皇帝 也就是後來我們稱的天皇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 古代的一個信仰 那演變到有稻米可以種 有種稻然後吃米的 這樣子的一個文化的時候 這個信仰就開始又轉了 轉變到拜什麼呢 到稻田裡面的神 拜稻田的神 其實我家也是做農的 從小我就是要從這個剝秧苗開始 到擦秧 到除草 到割稻 到去把那個稻米的殼黏 把它剝掉變成米 這整個過程 我們小的時候我都做過了 我記得每一次要收割的時候 這個媽媽一定會準備很多祭品 還有這個香 帶我到那個田的一個角落去 去拜拜 我想那個象徵的意義就是現在我講的這個 去拜這個稻田裡面有神來保護我們 封收 收成 那麼今年有稻米 可以讓我們過了 感謝Kamisa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祭祀的一種信仰的存在 所以隨著這個亞裔日代的農事 一直走向這個有祭祀的一種信仰的行為 就是文化的一個層次不斷的在進步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下課 請各位先預習一下 把那個怎麼讀如果不會讀的音查一下 好 下課 第一樣就是它的技術其實是更進步了 它的燒的那個溫度呢 達到1000度左右 所以燒出來的東西會比較牢固一點 那它不但是一個裝置而已 它事實上有一些幾何學的模樣等等 所以技術上是相當提升的 我們上個禮拜大概各位都會講到這裡 那有關於亞裔日的人到底從哪裡來的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所謂規劃人的觀念 我們說用渡來人的這個觀念很好一點 那這個從整個大陸板塊連結一直到這個島國的出現這樣的一個演變 看起來其實它很可能是從中國從朝鮮東渡到日本去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個我們繼續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亞裔日期待裡面有很多當時代的文化的特色就是 重道人類吃米這樣一個特色 那這個重道跟吃米的一些遺跡呢 也被發現了 比如說在現在的 在靜岡縣在靜岡縣 在靜岡縣就發現了當時代的這個水稻的田的遺跡 叫做透露遺跡 透露遺跡 那麼這個遺跡的這個發現可以證實說 其實當時代他們已經過渡到農業經濟的一個生活了 再來就是有關於這個鐵器或者是青銅器的一個使用 這個也比上一個時代的生物時代來的更進步了 那麼再來就是要跟各位介紹 他已經有一個部落的這樣一個集團的生活了 也就是這個部落的一個生活 是雅月集團裡面另外一個特色 那我特別要跟各位介紹在 在湖岡在下面一點點 湖岡縣下面有一個左赫縣 Saraken 這個Saraken有一個地方叫做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發現了一個 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 遺跡 時間是在1986年 那時候我剛好到九州大學去留學的第二年 這個遺跡呢 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它是一個完好的部落 各位看一下教材第15頁下面那一段 那麼這裡面 遺跡呢 是在一個 這個 四方方面都有豪宮 這個圍起來的一個遺跡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高床倉庫 高床倉庫 它是專門在儲藏這個稻米或者其他食物的 那其實高床顧名思義是什麼 是把它架高的 那為什麼要把它架高呢 因為它防止一些 特別是像老鼠去吃 那個老鼠吃那個稻米是很厲害的 一下子就會把它們給吃光 那另外一個是防止那個潮濕 也就是說 如果你直接把食物放在地上跟架高 讓它吹風的時候 那個濕度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當時的一些 算是人類的一個這個技術 所以這個牙躍一帶裡面其實也有很多 我們講就是謎 不知道古代的日本到底是 文明的進化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但是有這個遺跡的出現就有很多種不同的這個講話 我記得當時是每天大概至少有三萬人次吧 搶著去看 那麼我也跟著湊熱鬧也去看了 但是車子開到一半就回來了 為什麼 大塞車你根本進不去 因為那個時候正在新聞媒體每天在那邊吵 這個遺跡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證實了很多所謂的徵典 就等一下我們要介紹一個叫亞馬大國 邪馬台國 他是一個部落的國家 那麼這個部落的國家到底是存在於 九州還是存在於大河 大河就是近跡 也就是現在的大阪那裡那附近 這兩邊有不同的說法 各有各的理由這樣 那麼這個遺跡出現以後 好像就比較多人來讚同說 你看這邊的遺跡出土了以後 我們可以說當時的亞馬大國 他是在九州這邊 比較靠近北九州等等 其實這個沒有定論 尤其是古代的東西 能夠佐證的資料其實不多 那接著下來我們就繼續看第四節 那第四節所謂的亞馬大國跟日本這個國家的建國的一個傳說 我們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這個裡面有先看看古書的一個記載 古書的記載裡面提到漢書的地理誌 裡面提到這麼一句話 說勒浪郡海中有渦人分為百漁果 以遂時來現見雲 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記載 那麼這個文獻是第一次提到公元第一個世紀的渦人 他們有百漁人 各位看一下百漁果 這個國恐怕不是現在的國的這種概念 不是所謂nation的這個概念 應該是state 一個州吧 是一個區一個區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只是他沒有一個統一的國家 大概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後漢書的東儀傳裡面也記載 說在西元57年的時候 有奴國的人來朝貢 這個朝貢東漢的光武帝 而且釋給他一個印 那麼這個印其實後來是被發現了 各位看一下 這是一個金印 發現的時間非常的晚 已經到18世紀末了 正確的時間是1784年 據說是一個農夫 在那邊耕作的時候去發現到了 也就是在智賀島出土 智賀島在哪裡? 智賀島在伯多灣的對面的一個小島 剛好從伯多灣對面看去它有一個島 這個島叫做シガノシマ 這個島本來是獨立的一個島 但是日本政府把它蓋了一條 叫做海中道 海中道讓車子能通 讓人能夠走這樣子 把它給竄出來 我常常去那邊 那其實那裡沒有什麼農作物 看到就是人家種一些蜘蛛吧 番茄啦這些東西而已 那大部分他們是出海去捕魚 那要不然就是以現在來講 就是觀光的景點 算是一個risoto這樣子 上個禮拜我有跟各位講過 那個在後面的時代裡面援軍 去打日本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舞台 也有發現一個千人種 那現在回到這個時代呢 這個精英被發現了以後 就有很多歷史上 可以被證實的一個東西 這個窩呢 本來它是寫一個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這等於這個 也就是說它上面寫的窩奴 那基本上就是當時是東漢時間點 那日本是去做什麼 應該是朝貢的 這樣一個情形 那朝貢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相對的名詞 叫什麼 撤封 去朝貢人在下 撤封人在上 古代的中國呢 它是在上的 所以它是接受朝貢的 而它是撤封給人家的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第一個我們發現這個精英的時候 大概可以證明當時的 日本是一個部落的一個國家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跟東漢其實已經有一個關係了 而這個關係呢 是朝貢跟撤封的一個關係 雖然沒有講得很明顯 那這個精英就是一個證明 這個精英其實很小 很小 我去看過 原先它是藏在胡岡市立美術館 那後來呢 胡岡有一個應該是國立的博物館 成立了以後呢 把這個精英就移到博物館去 那個精英小到你看不到那個字 這個字放大的 然後記得我去看了以後 就像故宮博物館裡面 它有放大鏡擺在那裡 那你從正面看的話 你才可以看到這裡面的那個字 那如果按照原來的尺寸 大概看不出來 滿小的 這樣一個算是實物的一個出土 那另外 野馬台國到底在哪裡 中國有三國治這樣一個文獻 這三國治裡面有一個窩仁傳 魏治的窩仁傳 那這個魏治的窩仁傳裡面 寫了很多窩仁的事情 剛好是跟我剛剛介紹的這個東西 就是遺跡被發現的東西 有很多雷統的地方 那就非常好玩 為什麼 因為三國治的窩仁傳是寫在前面的 而這個遺跡是後面才發現的 那就是說 窩仁傳是猜對 還是原來就有這麼一回事 再來就要考證 這個遺跡到底是什麼時候建造的 那麼考證的結果 當然就很多考古學家 古代史的研究或者人類文化史的這個領域的人 他們贊成所謂野馬台國 在九州說的人都說 對 這個就是當時代的一個部落出土了 沒有錯 有很多文物可以來佐證這樣子 那野馬台國 我各位看一下這個 由新濃加里世紀的黃豪吉洛 他是做一個護原的 不過他其實相當大的 這遺跡相當大的 算是在東亞甚至於在歐美 對關心日本古代史的人 他其實都是影響很深的 所以廣為媒體來報導 那在那個1986年之後 以這個 由新濃加里世紀出土這樣一個話題 去寫的書 那幾百本有了 那去開的會 所謂研討會 座談會 論壇 大概有幾百場有了 都是為了這個遺跡的出土 大家在論戰 在討論 那麼野馬台國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西元一世紀到二世紀中葉之前 就是日本有很多小國 這個國我剛剛講過就是state 還不到state的 但是他絕對不是nation的那個概念 那分制的 就是一個group一個group 他們自己有一套 自己的這個生活的模式 有一套遊戲規則 那我們也跟各位講到這個 雅雅雅時代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做的生活了 所以農耕是很重要的 所以農耕的這個利益為了要確保 所以大家你爭我奪 就形成一個相互的對抗 那這個時候 在相互對抗的過程裡面 甚至於有辦法的人就到鄰國 比如說魏朝或者是朝鮮去尋求支持 那這個在尋求支持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有那個意識 政治的意識的出現 那另外當然有技術的移轉 有文化的一個提升 那最後有一位叫做Himiko 這個女王 其實他本來是一個技師 也就是懂技師的一個leader 他成為一個最高的統治者 那實際上他是一個最高的統治者 當然也有人說這個Himiko 就是後來古代史裡面所描述的那一位 所謂的神公皇后也有這麼一說 那野馬台國我們講說大概有兩個講法 基內大和索 也就是現在關西地區裡面 就是說Himiko等於神公皇后 在日本書記裡面有這麼一個記載 那麼他就是一個日本的一個 從皇室的這個普系來講 他是一個始祖的一個神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贊成北九州 離才是真正的 原來的野馬台國的所在地 那麼也就是說皇室的祖先是利用跟中國的關係來擴大勢力 也就是剛剛所講的其實他尋求外面的援助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圖其實是從朝鮮一直到中國 那如果是這樣一個情形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北九州說 從地理位置來講是比較有利 再加上1986年的這個Yoshinogari遺跡出土 那麼更加的有人來贊成這個野馬台國是在九州 那還有就是說日本的神話裡面 現在流傳的日本神話裡面其實古世紀日本書紀還有一個風土紀 這個都是很古老的一些文獻 這些文獻有很多 不管是文學、文化、歷史或者是思想的領域的人 經常會引來做一個佐證的一個素材 那他的意思是這裡面有講到神話的故事 神武天王東征的時候被視為是反映倒作技術的一個傳播 那這裡面也反映了一些民間的故事的一個傳說 還是一樣就是說他們認為是 比如說這個古世紀裡面講到的是大和系統的 而這個日本天王、日本書紀他們是認為是 這個伊之謀出雲系統的 還是有 因為是神話 所以其實打個問號未知 不過已經有文獻的記載 這個是最古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大致上 這個古世紀成立的年代 還有他引出來的這個文獻跟他的內容、特徵這個部分 我想我就就這個最右邊的特徵的部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古世紀裡面是序情跟文學性非常高的 那麼大部分是以這個神話的傳說來做一個基礎 來說故事這樣子 那這個日本書紀大概他有模仿這個史紀的 這個技術的一個風格 當然有不同的一些傳說 他的量比較大 總共有三十 這個很多卷裡面的一個三十卷 那還有再來我們就看那個所謂的尾、窩、賤、命 這樣的一個神話、故事 他的一個系統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也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右邊這個銅像是在大阪府的沙蓋 沙蓋界市 他就是一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個點就是了 那麼野馬台國裡面跟建國的傳說當中 還出現了所謂的三樣的這個寶物 一個是玉、一個是鏡、一個是劍 那這個不管哪一種古代的日本人都認為 他是具有靈的、有靈的 他們把這三種寶物放在這個木架上面 那麼第一個可以向這個神子 或者是向這個長者來表達敬意 他是一種靈、算是一種祭祀的一個象徵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信仰 那麼後來這三項的這個寶物經常會跟辱教的思想 來做一個對比吧 我們看下面山路塑形 山路塑形其實他已經到德川時代的人了 當然他是一個兵學家 同時他也是一個提倡實用的 包括儒學在內的 當然他也批判儒學 不過這個提到的所謂的儒教的思想 比如說玉他認為是溫仁的 那鏡他認為是有智慧的 那鏡是認為非常有果訣的 非常有勇氣的象徵的 我想玉也好、鏡也好、鏡也好 一直延續到今天2013年 大家碰到這三個東西 還是會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跟靈是不是有關 因為很多人帶玉 各位知道嗎? 不管哪一種玉 現在很多人在帶 來保護平安、祈求身體健康等等 玉器呢 其實我們台北市那個建國南北路橋下 每個禮拜都有在賣 各位去看一下 那麼也非常的有人氣 為什麼要帶這個東西? 我想自古傳過來的 其實他是所謂的 你認為他有靈氣 他就是有靈氣 當然你認為沒有就沒有 不過基本上是一種怎麼樣? 思想上的一個信仰就是 好 這個大概互帶的跟各位做這樣一個說明 另外我要做一個補充就是 倭這個國家到南朝的宋武帝的時候 他們彼此之間都有往來 比如說倭國裡面有五個王 這五個王都曾派使者到中國去 一直延伸到所謂的淺水史 淺水史 那到淺水史之前 其實他們一直都跟中國 也是有這個關聯性的 這個在宋書裡面都有寫 送書裡面都有寫 從對外關係的角度來講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獻經常會記載 日本怎麼樣怎麼樣 從窩一直到最後之後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會出現日本這樣的一個名稱 一開始沒有 一開始是窩 這個是中國看日本 不是 這個是對 中國看日本的情形 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中國看日本 其實另外的文獻叫做 日本傳 那這個日本傳 每一個朝代都有日本傳 而這個日本傳裡面 就是在寄述日本的正經文教 只要他們得到一些消息 由始節來的時候 就透過翻譯人去問 或者是筆談 因為當時代的語言 是不是通也沒有人知道 就算是通也很少 那文字上因為這個漢籍跟漢字的 傳到日本去 那可能是用筆談的方式來做了解 總之有始者到中國去的時候 一點一滴的問他們 寫下來以後就成為一個日本傳 而這個日本傳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 可是我查不到清朝有什麼日本傳 唐宋元明清到明還有日本傳 到清以後就看不到日本傳了 我想要問各位為什麼 為什麼 有沒有同學回答我 為什麼到清以後 中國的文獻就對日本沒有記載了 會嗎 如果會那是為什麼 每一個朝代都有啊 答案很簡單 因為交通發達 中國人到清朝以後就坐了 特別是坐那個貿易船 經常跑長期 雖然是鎖國 但是跑到長期來 產官學界很多人都到過日本 而且到了日本以後幾乎都會寫一個東西留下來 那個東西有時候叫日記 有時候叫郵寄 有時候叫什麼什麼傳 那多到 多到我們用兩個字來形容 泛濫 也就是每一個中國人清朝以後的中國人 他們對日本的觀察已經非常的詳細了 所以在正史裡面就不需要再去記載這個所謂日本傳 而且清朝對日本的這一些個人的一些文獻的記載 要比前朝來得精緻 來得細膩 來得準確 那現在有一個方法可以去佐證它 就是說比如說元朝的日本傳 明朝的日本傳 你們去做對比的話 哪一個時代的日本傳會比較趨勁於事實 時代越往後面的 越是事實 那這個唐朝的時候對日本可以說是撩肉執掌 因為潛唐使這個活動長達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日本的使節都是非常有學問的人到中國去 所以中國的官員也好知識分子也好 他們都會跟他們交流、對話 或者是請教他們一些日本的事情 就會留下記錄來 不過我們看日本傳有時候真的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會一笑自知 因為這個地理位置給人家弄錯了 幾個島都搞不清楚的 那麼描述都是以二傳二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古代裡面其實都有 所以這個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到遣隨時以前大家印象雖然比較模糊一點 但是事實上他們都做了一個非常頻繁的交流 那接著下來我們繼續再看第五節 第五節 古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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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打開這個第十九頁 十九頁這個地方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大和朝廷的一個大王跟士信的一個制度 那我們看士信制度 這個士它讀成 ウジ 那信它讀成 カバネ 其實非常難讀的 跟現代的這個讀法是不太一樣的 那它的意思兩個也不太一樣 那比如說 ウジ 它原來的意思是代表擁有相同的 祖先的這個血緣的集團 那但是它後來又發展成為不限血緣 或地緣關係的一個家系或者是家譜 那另外信這個東西是 這個大和朝廷給予的一個豪主的稱號 表示社會身分或政治職務的一個稱號 那我們可以了解 時代把它往後推到德川幕末結束以後 民治政府初期成立之後 其實他們把德川幕府的一些貴族人 他們呢 也封給他們很多這個身分特殊的一個地位的封號 叫做華祖 華祖 中華的華 其實都有 都有的 那古文時代的一個特徵呢 也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古文時代其實是還滿常 從三世紀後半到四世紀五世紀一直到七世紀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古墳有方墳跟圓墳 然後不是只有方的只有圓的 還有兩個結合在一起的 比如說前方後圓的這樣子的一種墳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 那還有這個有墳的話就有陪葬品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三神器 像銅鏡或者是玉等等 因為這東西還是有所謂的靈力 跟陪葬經常會擋在一起來思考 中期就是五世紀之後呢 前方後圓的這個規模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陪葬品呢 是從這個三神器轉為 跟軍事武器相關的一個物品 比較多一點 到了六七世紀的時候 前方後圓的墳墳規模卻逐漸的一個縮小 陪葬品呢 視為圓柄的太刀或者是土器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日本最大的一個古墳 應該看得出來前方前面 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是圓的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後圓有沒有 然後前是方的 前方後圓墳 這個推定是仁德天皇的陵墳 在哪裡 是剛剛我講的那個歐沙嘎的沙蓋 來借釋那個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圖樣 各位可以看 另外有關於杜萊人 還是一樣跟各位再做一個解釋啦 大概四世紀到奈良時代 中國跟朝鮮的政舉不安 那麼很多人為了逃離原來的 這個是非之地了 他們就渡海到日本 那這個是古代 可是一直到我研究的明清那個時代 更明顯了 明清這個時代非常非常明顯 明清各位也知道是戰亂 明清的戰亂的時候 中國的船隻確實可以到長期 因此有很多貿易船裡面載了很多 你說他是貿易商 你說他是知識分子嗎 說穿了其實是逃難 也就是逃離戰亂的地方要去避難 這人之常情很簡單 最近西利亞有沒有 西利亞這個國家出現了很多問題 政權不穩 內亂 死傷了很多人 然後難民就往外逃 之前安倍晉三首相 日本的首相 到美國的聯合國去發表演說 他當場宣佈救助西利亞的難民 日幣60億 作為一個對國際社會的一個回饋這樣子 所以這個逃難的情形 自古以來一直到現在其實都沒有改變 因為人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生活 所以這個逃難的方向也很簡單 亂的地方一定是大家不想留的地方 安定的地方大家想去 那個箭頭一定指向安定的這個地方 所以就有一個杜來人這樣一個傳說 再來就是說五世紀的時候 有養蠶的紡織的這樣一個技術的人 秦氏 這個秦 哈達 日本人有人姓秦 他不念信 念成哈達 然後無字 另外其實裡面有一個所謂的亡人 帶了這個論語或簽字書 把儒教跟漢字傳入日本 據說這個亡人就是西文士之主 這樣子 那有關於這個漢字的傳播 我等一下可能再跟各位 多做一個補充的介紹 在古魂時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出土的這個部分 還是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 上古時代的神話 它的流傳其實還滿多的 這個基本上會跟祭祀的這個部分 特別有關聯 祭祀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陪葬 而這些東西其實是留下來非常非常多的 從文學作品裡面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這個像這個萬葉集裡面 或者是古語時矣等等這些東西 文獻裡面都會提到 有關於陪葬的這個當時代的一個作品 那剛剛有提到有關於這個亡人 這個亡人的部分我先簡單的 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傳到日本去的 有幾個東西 是中國的固有的一個文化 一個是所謂的漢籍 漢籍 那一個是什麼 漢字 那其實還有一個是這個語言 語言的部分 這個比較複雜 當然其實這個每一個人 每一個領域傳到日本去都相當的複雜 不過我們先就這個漢籍跟漢字 漢籍顧名思義就是中國字寫的文獻 這個漢籍到現在日本人也稱作漢學 漢學 大概有三個傳說 怎麼樣傳去的 這個沒有人知道 真相其實沒有人知道 但是留下來的傳說有三個 第一個是徐虎 他到日本去的時候 也把他傳過去的 這個在史記的秦始王本記裡面有記載 徐虎 那徐虎到了日本以後 他在哪裡上岸也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那當然從第一位置來講就是九州 九州的南部 徐虎 湖剛在下面一點點 有一個叫巴女的地方 屎梅 巴女這個地方最有名的是 綠茶 日本茶最有名的 那巴女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徐虎之墓很大 徐虎在這裡上岸這樣 那你不要信以為真 因為那只是一個而已 你越往西日本走 徐虎的墓越多 到最後徐虎上岸之地 我知道大概至少有五六個 那哪一個是真的呢 也不知道 那有沒有徐虎這個人 有沒有到日本去 也不知道 不過我經常開玩笑 日本人說你姓什麼 我說我姓徐 徐怎麼寫 我每次都跟日本人說 雙人爬 日本話叫行人面 行人面 然後有一個語 余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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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然後問日本人說 ご存知ですか?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通常寫過來大概是這個字 滿好玩的 到現在還是大概有一半會把我除掉 所以我想我將來要換一個講法 女福の女 日本人の祖先女福の女です 那會不會好一點 有人傳說許虎是日本人的祖先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傳說 那這個宋朝有一個很有名的文人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歐陽修 歐陽修他寫了一個日本刀割 日本刀割裡面就有講到 徐虎他要出來的時候是帶了很多很多的藝書 說帶了上百篇的藝書 這個是有文字的一個記載的 是徐虎帶過來的 這個是一個當時的一個講法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知道 剛剛提到的那個女王叫 Himiko 神公皇后 神公皇后他到了朝鮮半島去了 從鮮�半島去了 從鮮蘿 日本話唸成鮮蘿 從鮮蘿把它帶回去的 那麼因為在古世紀跟日本世紀裡面都有記載 神公皇后遠征鮮蘿的故事 蔓廿鮮蘿的故事 蔓延到近代的歷史 而且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迴響 我把時代稍微調到德川的初期 有一位人物叫做安基爵 這個是在水戶德川裡面一個儒者 是我研究的朱順水這個人物的門生 他在編大日本史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大日本史的 所謂論戰這個東西 在論戰裡面他有刻意去提到一個 神公皇后遠征韓國的事情 遠征朝鮮的事情 那麼這個被後來的日本人到近代以後 被日本人引來做征韓論的一個藉口 就是打朝鮮 當然我們都知道 近代歷史的時候就變成非常地複雜 明治之後的日本 軍國主義一出來以後 他們去擴張領土 照樣的有很多 包括台灣 包括朝鮮 包括滿洲都是 那這是題外話 但是第二個傳說把漢籍跟漢字傳來的 是神公皇后透過朝鮮這邊傳過來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 提到的王仁說 王仁這個也是這個在古世紀裡面有一些記載 那這個傳說是最經常被引用的 就是說中國的經典裡面 最早被傳到日本去的是什麼 大家都會回答是論語 第二個是謙字文 也就是說論語跟謙字文是最早被傳到日本去的 一種傳說 也就是說漢字跟所謂漢籍傳到日本的 三種傳說 我們休息一下 那剛剛提到這個文字 東傳日本 有兩個很重要的出土的東西來佐證一下 這是可能要必須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當然是古墳時代 古墳時代所謂的圓形的方形的 到最後是前方後緣的 然後到最後又萎縮回來的 這個前前後將近有六百年時間的一個演變 那麼我們怎麼樣去證實說這個漢字呢 是真的是傳到日本去的 就有這兩個東西出土了 各位看一下 在PowerPoint裡面 第一個是祁鈺縣道河山的古墳 這道河山的古墳它是相有金的 金銀的金的一個鐵劍 總共這個鐵劍上面發現的字是有一百一十五個字 有一百一十五個字 那麼這個是在1968年的時候發現 民國57年嘛 是不是 我兩歲的時候 我兩歲的時候發現的 在那個時候來發現這個東西 其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在日本的考古學界的三大發現之一 比如說這個泰安萬呂的墓字 或者是高松種的這個壁畫 這個都是非常有名的一個發現 而這個的所謂道河山古墳的一個 鐵劍的一個發現 也可以證明說漢字的一個東傳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我提到就是說到這個潛水史小野妹子 去跟水草做交流之前 其實倭國他們都有跟中國在做交流 那倭有五個王 這五個王 這五個王 推測是熊烈天皇 那熊烈天皇就是在這一把鐵劍裡面 一百一十五個字裡面 有出現這個字 這個解讀出來等於熊烈天皇這個意思 那各位看一下 其實它是用漢字去等於是アテル 有沒有 用漢音去讀的 我們是說漢字這個部分 如果你用日本話去讀起來 就是ワカタケル這樣子的一種讀法 那也就是說 贊成這樣的講法人就是說 窩的五王是存在的 而且五個王裡面你看看 這個熊烈天王他是存在的 而且他有這個出土的鐵劍來佐證 那另外如果念文學的話 這萬葉集尤其是古典文學是必讀的 因為這裡面是合歌的東西 在萬葉集的長歌裡面 那也有這個熊烈天王的作品 叫做天皇玉智歌等等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鐵刀 這個鐵刀是叫做 江田船山的古墳 地點是在九州的熊本縣 熊本在什麼地方 熊本跟台灣差不多一樣大 在正中央的那個縣 熊本是步兵海的縣 如果是台灣的話就我們的南投縣 我們南投縣是唯一步兵海的縣 在九州來講 唯一步兵海的縣就是熊本縣 這個在熊本縣這個地方出土的 那這一次出土的是鐵刀 鐵刀 剛剛是鐵劍 這個是鐵刀 可是它是香的 銀的 剛剛是香金 這個是香銀的 那麼發現的時間是1873年 1873年 稍微晚了一點 那麼這裡面的這個記錄 大概可以查得到是75個字 判讀的出來 判讀的出來 那這個古墳就是非常典型的 前方後圓的一個墳墓 全長有62公尺 它的高高達10公尺這樣的一個古墳 10公尺有多高? 大概三層樓 其實不是很高 但是你圓圓看去 大概就可以看到 我1997年到1999年 到天理大學去教兩年的書 各位知道天理大學是在奈良縣 奈良縣是古墳最多的地方 因此我們住在老師的宿舍 跟學校離了一段距離 每天走路回家 騎腳踏車回家 都要經過很多古墳 那個古墳也不是很大 但是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古墳 那麼高松種的壁畫 也就是在所謂的ASCA ASCA有兩種學法 這是奈良的一個地名 高松種在那邊發現的 所以大概古代的一個歷史 或是文明的進化 就必須靠這些古蹟文物的一個出土 來一個一個去佐證 所以相當困難的 相當困難的 但是通常是有一個假設 這個假設以後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 那當未確定的假設的時候 就有兩種或是三種不同的講法 有人說這個是真的 有人說是假的 但是一旦可以佐證的東西出土了 那它就是真的東西 大概古代的東西比較難一點 我跟各位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那總之 有儒教的這個東西 有漢籍的東西 有漢字的東西傳到日本去 對日本的一個文化的發展 文明的發展 在進化的過程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那我想我們大概第一章就結束了 那請各位打開22頁 22頁 我們當時在編這個教材的時候 有兩個部分 是所有的編輯委員 在那邊論戰的最多的地方 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去設一個叫做磚籃 也就是說這個磚籃其實因為古代 所以中日的對比是比較容易 但如果跟台日來對比 其實有牽強的地方 那總之後來我們大家一致的 就希望說這個比較是必要的 讓大家一起去思考 不同的國度在同時代的 這個時間點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子相同 有什麼樣子不同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一個比較 比如說22頁 各位看一下 那個新時期時代 台灣跟日本的這個比較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這裡面就可以讓我們提到 其實很多人也好 物也好 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去 有沒有 那我們再看一下 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從地理位置來講 其實早期最早的時候 應該也是沒有台灣海峽 也是陸駱続起連在一起的 經過很長的時間的一個地殼變動 海平面的上升 出現了一個台灣海峽 今天才把台灣跟中國大陸隔了最短的地方 應該110公里左右 有這樣的一個海峽出來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到 中國大陸的南部應該有所謂舊石器時代 而我們台灣有沒有舊石器時代 如果有的話是靠近哪裡 其實各位去過台東吧 有沒有 台東有一個長冰 靠海邊的 那個地方跟舊石器時代是有關聯性的 當然要如何對比 我想就是比如說台大的人類系 人類文化學系 早期叫做考古系 其實在這個東台灣出土的很多寶物 現在還保存在我們的那個舊種土的後面 在那個地方很多寶物 大概我們可以理解說 中國到朝鮮 中國到日本 這樣一個路徑來思考的話 也有中國到台灣的同時代也有這樣一個路徑 那新石器時代的話 我們有一個石商行文化 各位知道嗎 石商行文化在哪裡 去看過沒有 這個是比較早的 大概離現在 了不起五百年前 八百年前的東西 就是早期的原住民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的一些生活的東西被發掘出來 當時沒有人去想要把它做成一個博物館 那是比較可惜 那後來呢 終於把它做出來了 那裡面當然還有很多問題 從專家學者的角度來講 不過大致上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石商行文化 或者是這個原商文化 那麼這樣子我們就 時代上來講是沒有辦法 跟這麼古老的神文文化來 這一個對比 沒有錯 可是呢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類文明在進化的時候 可能都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可以去用思考的 同時我們可以來思考人類使用的一些器具的問題 貨幣的問題 那這個我想是可以思考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 台灣人什麼時候開始吃稻米 這是個疑問 我想各位有沒有去思考 因為我們現在飯來張口 從來沒有人去想說稻米是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理所當然 我肚子餓了就要去吃飯 但是吃稻米我想在東方國家的世界 它是一個文明進化非常重要的 所以日本的稻作是從神文文化的末期 開始一直到亞裕日代這樣一個過程 那台灣呢 我們也可以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定有這樣的一個環節 從生活的文物 還有吃的東西 甚至於信仰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習俗的問題 商禮的問題 祭品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來做一個對比 或是我們還可以想到一個 日本是島國 台灣也是島國 這個島國之間有哪一些 是可以讓我們去思考哪一些相同 哪一些不同 所以我們就開拓了這樣的一個 比較的一個環節 讓各位看一下 第二個呢 二十三頁 我們也幫各位做一個複習 也就是 確認してみよう 這個確認してみよう 其實有三大主題 第一大主題 它是選擇題 非常輕鬆的 讓你有一個最基礎的概念 第二個呢 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填空 其實答案都在前面 在課文裡面這樣子 第三的比較麻煩 因為第三的話就是 除了在前面的文章裡面 我們要讓各位延伸去思考 去閱讀 所以第三是問答的這個部分 請各位可能就要動動腦筋 當然前面我們都有稍微點到一下 這個部分我覺得蠻好的 再來就是看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有一個參考文獻 所謂的延伸閱讀 也就是各位將來如果對日本話史 有興趣的話 那麼看你是對哪一個時代 對哪一個部分有興趣 我們這樣一年講下來 其實會把每一個時代都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假設比如說你喜歡剛剛講過的第一章的話 也許你們就不知道說有哪一些基本的文獻 可以閱讀 所以我們編輯的委員 也特別去列了一些參考文獻 來延伸閱讀 大概這樣的一個作用 我想我們的這個第一章 大概就這樣跟各位做了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在這個合法其實是每一位都是 各一位的報道 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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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